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早安 我名字叫杜秀文 来自Oroco MySQL全球事业部 今天这个地方跟各位分享一个 在Oroco的云上面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我们叫MySQL HeatWay MySQL HeatWay是什么东西呢 我知道我们很多人在用MySQL 甚至有很多人已经在用云端的MySQL 比如说你用AWS 用Google等等的云 像Oroco也有自己本身的云 而且Oroco在Oroco自己本身的云上面也推出了MySQL 那它在Oroco云上面的MySQL 除了传统的MySQL以外 另外它还多加了一个东西叫HeatWay 它是在MySQL后面有一缸子的重极的节点 你的资料除了写到MySQL以外 也可以直接马上推进到Hillary节点上面去 那这个做什么呢 这帮助我去加快查询速度 它目的是可以让我的查询速度 可以从传统的 比如说尤其是大的查询 比如说你一次要少个上一行的那样查询的时候 可以让它从好几分钟变成一秒之内回来 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东西 它后面那些重极的运算的能力非常好 非常大 所以它利用这个运算能力再加上一些东西 这里面包含了它可以 除了可以碰你做快速查询 比如说一般的分析性的查询 比如说你用Oroco的Atlantic Cloud 或者是Kueling或者Taboo等等都可以 另外它还有Machine Learning的能力 它可以提供Machine Learning 它提供了几个特定的一些Store Pursuit 去做ML Train 去Train你的Data 根据你的Data Train你的Model 做预测 比如说你做回归的预测 做分类的预测 就是说这个客户是不是我的客户 是不是值得对他做Promotion 那像这样的Machine Learning的场景 它也可以做 所以它有一些Store Pursuit在这上面 那另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 它里面还提供另外一个东西 如果说你今天的资料量非常大 你是好几百个TB这样的程度的资料的时候 你很难从Database里面直接倒进去 从Database倒 你可以倒好几天好几夜不见到的完 那我们可以support你做Leg House 所以Leg House就是 你直接把你的Data 是传在一个Object Store上面 然后它直接从Object Store里面 载到这个Heatway的节点里面 然后利用Heatway的快速查询能力 也就是说你今天可以原来 在传统的那个你需要去载入 Data的那个部分呢 你不需要从Database里面做 而是从Object Storage 就是从你的 就像Amazon上面 可能S3的Bucket 或是你可以传在OCI上面 你可以直接给Data file 几百个TB的这个Data file 你就载进去 很快的可以在 在一两个小时 可能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 把这个上百个TB的资料载进去 你不需要等好几天 这是对你做一些比如说IoT 或者各种各种工厂的数据的收集 车联网 这些上面的应用 非常好用的工具 然后它利用Heatway的快速查询能力 也可以让你享受到 原来你可能要花个 一两天才能查出来的资料 它可以让你在几分钟 或者十几分钟就可以查出来 这是帮助我们可以做这样的一个能力 那这些东西呢 在Oracle语音上面 你有兴趣的话 你可以到时候 我们外面就有我的台语 你可以到我们的台语上面 跟我聊一下 有关OCI语音上面所提供的服务 尤其是埋设上面的服务 那我今天这部先到这个地方 有关OCI语音上面